受西南气流影响 平农县近一个月大雨持续不断 县长潘孟安今天前往 离港乡农会果菜中心勘察 原本应该堆满的农作货品 仅剩数十箱 农民叫苦连天 了解蔬果供应情况后 潘孟安随即率农业处同仁 致受灾木瓜园及小黄瓜园 勘察农损情形 由于缺乏光合作用 各类瓜果类及蔬菜 如木瓜、小黄瓜、红龙果 西瓜等作物水商比例持续上升 农有损失惨重 太多天了 连要搵一个药物来益房 就没办法搵 提出说 东西一直继续摆下去 你看刚才 熬市长的 药物一直横去 不然一种花去 过去都生不出 这说顺势什么程度 一时我也没办法说 产兮兮兮啦 农民陈融龙说 这波雨是来临前 每箱三十台金的小黄瓜 产地价格约六百元 受到雨是影响 产量剩下不到两成 现在已经涨到一箱一千多元 但还是弥补不了农民的损失 潘蒙安当场要求农业处邀集相关单位于近日内勘查 是否能达到标准为农民争取现金救助 减少农有损失 农损非常严重 是伤在我们这个农民的心里面 那这个也影响到整个我们民生物质的供应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提醒 要求各项政工所尽速查报 也请农委会尽速列为天然渣害的救助 潘蒙安表示 这波雨是让平农地区的瓜果类几乎全军覆没 叶菜类也造成损失 另外连冬季水果像是平北的蜜枣 正值授粉期也大受影响 今年结果率恐不佳 以要求农业处与各项政工所联络 尽速勘认灾情 并提报农委会列入天然灾害救助 从优 从速 从建 协助农民降低损失 平农新闻张如荫 张志豪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